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週的 雅虎好棒棒 我是主持人牛奶王一軒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主題叫做 雅虎講重點 今天要講的重點是什麼呢 我們要來討論球場的問題囉 跟著我們一起來討論吧 看到郭天信那一鋪 他怎麼敢鋪啊 看到那個外野的鋪下去 其實真的是蠻痛的 其實你從整個成青湖棒球場外 也可以看到草的密度沒有很夠 所以沒辦法緩衝 那圖也蠻鬆的 踏起來並不是一個很紮實的狀況 那不過成青湖棒球場 因為真的太久沒有職棒球隊進駐 也沒有職棒球隊去認養 所以在整個場地的品質上面 跟有職棒球隊認養的狀況不太一樣 那那一天的比賽之後呢 其實可以看到高雄市政府也發出了新聞稿 就是為了可能接下來職棒的例行賽 要做一個修場的養護 所以因此呢 台港雄一也改了一個練習的球場 跑到了高雄的國慶 青湖棒球場去做練習 不過今年呢 因為世界棒球經典賽 在洲際棒球場舉行 其實大聯盟的場務也有進駐 給了台灣一個很好的示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看 洲際棒球場到底是怎麼來做養護的 他們從一月份的時候過來 然後一開始是只有來三位 對 然後每個人都是有分別不同的工作 像有人一開始是負責 內野場地的高度的調整 去整平它的水平高度啊 然後有人負責是外野草皮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位他是負責噴灌系統 對他有帶台灣的藏務人員一起做 所以他們比較偏向就是指導 就是他們可能會跟他說 你們今天要負責做哪些工作 然後他們會一起做 然後也是會看著他們帶他們一起做 過年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在放假 不過美國人是沒有過年的 所以他們沒有放假 他們派了一個草皮專家來洲際棒球場 來看整個草皮的生長狀況 或者是說整個水平能不能達到一個很好的比賽標準 他就是每天就是負責看草皮的生長狀況如何啊 然後一些沙碎的部分 草皮的顏色然後它的濕度 然後我有問他說 你怎麼知道今天這是太濕或太乾 他說他就是憑他的經驗 就是他們其實有人會拿測量的儀器 可是其實他們說他們就用膜的啊 或是自己看就可以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今年台灣的冬天真的是比較缺水 中南部的水源整個水量都比較不足 你要讓一個整個棒球場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除了可能草皮要有足夠的水分來讓它生長之外 其實紅土也是 你要不斷的灑水讓它保持一個濕度 讓它可以在一個比較平整的狀況 所以不論是洲際棒球場 或者是統一師的主場台南棒球場也都是一樣 雖然比較缺水但還是得用啊 用了真的蠻多的水量來維護整個球場 他們這次經典賽是搭配冬天生長比較好的黑麥草嘛 它就在差不多15到26度這個空間它會長得比較好 澳門的百木達就是到20度以下它就停止生長這樣 所以冬天我們的草會比較不好看這樣 那台南種什麼 台南都是百木達而已 因為台南這邊的天氣就是冷的時間不多啦 你如果這樣交換使用的話也功效不大 我們就是要去注意它的平整度 還有草皮跟紅土的交界 那個落差不能太大 紅土的話我會去看跟球員那個討論啊 就看它我去配那個黏土的比例 看他們踩起來怎樣 還要不會造成那個 造成那個下雨過後會黏黏的這樣 對啊 如果大家常去台南棒球場看比賽的話 一定會看到這一個身影 就是統一是在台南棒球場的場務達哥 達哥是難贏畢業 所以跟台南棒球場有很深厚的連結關係 2009年來到統一之後呢 就一直在做整個球場上面的維護 亞太棒球場為了要舉辦U12的世界盃 其實達哥也有去做支援 希望能夠讓整個場地 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態下 小朋友才比較不容易受傷 到了經典賽的正式比賽期間 達哥也來到了台中的洲際棒球場 幫整個經典賽的團隊做一個場地的維護 也跟可能大聯盟的場務人員做了一個比較深刻的交流 所以在整個整理場地上面的心得或者是經驗 也吸取到了很不同的知識 他們的細膩度吧 對啊 他們做事情的細膩度這樣 他們都趴在地上 要做水平 對 一個六十幾歲的耳工 對 他們就是直接趴在地上 要量兩尺就直接躺下去 我們那個練習是當天啊 一個早上就灑四次水了 整天要灑了快十次 好像在美國都會這樣 他們就一直要灑四次 因為它底下那一層的土 要含水量比較多一點 看到了球場 在球季前的時候要怎麼樣來做可能養護之外呢 球季中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因為球場在比賽當中不斷的去做耗損 所以不論是紅土或者是草皮 也都要做一些其他的維護 像是台灣其實跟美國比較不一樣 因為在整個場地的市場上面比較小 美國的話 如果你有印象 他們大概都是用鋪草坦的方式 他們是可以把草皮整塊捲起來 然後鋪在場地上面 這樣子其實 整個草坦的厚度比較厚 長起來也比較有養分 那整個草皮在場地上面的密合度也會比較好 不過台灣呢 因為比較沒有這樣的市場 所以在整個機器上面 都是用人工手推車的 沒有辦法像美國一樣用機器去割 所以等於是一片一片一塊一塊來拼上去 讓整個草皮可以在一個比較完整的狀態 但這樣的壞處就是 厚度上面沒有辦法像可能用機器割的那麼厚 所以等於深度上面會比較薄 那深度上面比較薄 草皮在紅土上面或在土地上面的 可能在整個生長的環境也沒那麼好 所以即便可能花錢了也補草了 可是草皮的整個存活率來說也比較低 因為前陣子我們也在打選拔賽嘛 然後我那時候剛好也在做這個 然後我去到我們打選拔賽的場地 然後我第一天就 就是我以前去到球場不會那麼在意 喔這紅土怎麼樣啊這草皮怎麼樣 對然後我第一天看到 喔這場地怎麼這樣 然後那個噴棍 啊像噴棍其實如果有的突出來 其實球員去提到疼到就是蠻危險的 但是其實現在台灣蠻多棒球場 其實那個都是 都是有突出來啊或是什麼 尤其是小朋友啦 我覺得小朋友用的場地如果 那樣其實蠻危險的 大人也是 我去過像韓國日本的球場 他們的設備機具是我們這邊的三倍 像我去甲子園球場他們早上出來割草 是一個team八個人出來有三台割草機 然後其他的人就負責準備畫線啊草皮噴漆啊 紅土的整備準備整備這些項目 那他們在很快的時間就可以執行完整個球場的賽前的準備 再來就是真的台灣的球場使用率真的太高了 因為在整個台灣的棒球環境當中 沒有一個很好的訓練場地 也讓可能許多的球隊 或者是基層的球隊不論比賽練習都要在同一個場地的情況下 整個場地的使用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沒有時間來讓場地休息 你怎麼會有空間來做場地的維護呢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的球場可能在一個很疲憊的狀況下 你又要在職棒的賽季拿出來見客 通常都不是太好看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就是要草皮休息蠻重要的 就是你要去保養就是如何維持這些 也就是不是就是有場地就一直用 或是就是沒有去整理它 前面我們提到台灣的整個環境上面來說 沒有來的那麼的好情況下 那當然你要投入的資源部分就沒有那麼多啦 所以你要花多少錢來做場地維護 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如果要跟國外來比的話 他們光可能常駐的人力就比我們多而已 像日本的夾子園球場 也許每天都會有八組到十組人在做準備 那你沒有請到那麼多人 永遠都是可能兩三個人的情況下 要一次顧到場地那麼多面向就比較難啦 所以沒有金錢就沒有人 甚至沒有錢你要投入的可能 買的紅土或者是買的草皮草根也會比較困難比較少 其實每個球團要花在球場的養護都在五百萬以上 每年五百萬以上 對於球團或者是球場的schedule 這個一定要掌握得非常清楚 包含說球季間的每個系列賽 後面它有多少天的輪空日 那這些輪空日裡面 你就要把一些很Routine的養護工作 要把它塞進去 那可能包含要去除雜草啊 要去噴灑除蟲的藥劑 或者是草皮的根部保養的藥劑 這些東西都是在球季間的輪空日 就要去施作 當然我相信大家看了那麼多 覺得要養一個天然草皮的球場 非常的困難 要花那麼多錢要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一定會有人想問 難道換成人工草皮會不會比較好 看看天母棒球場對不對 不會有那麼多不規則彈掉 場地很平整 球員想做什麼事就做什麼事 不過呢 第一個條件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錢嘛 人工草皮球場可能 你一開始就要花很多的錢 有沒有人願意做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有沒有發現人工草皮球場 是在天母棒球場 不是在中南部 因為天母棒球場相對來講 比較沒有那麼熱啊 所以你如果放在中南部 放一個人工草皮球場 哇那個夏天的時候應該會蠻精彩的 不要忘了那個人工草皮 還是有一點塑膠成分在 可能球員在夏天的時候 會聞到蠻不舒服的味道 甚至說人工草皮球場 其實散熱也是非常困難 所以 你如果要在草皮上面做一些事情 你可能需要放一個防熱墊 才行 所以人工草皮球場 也在台灣的幾個氣候環境下面 來講並沒有那麼適合 其實二月的時候 我們有去整個 洲際棒球場拍攝 美國職棒的團隊 做一個洲際棒球場 為了經典賽上面的維護 其實真的 我覺得 除了可能 他們做事很仔細之外 我覺得 這個還是一個重點啊 像我們那時候都開玩笑說 這都是美金的味道 就是你覺得 這邊還有一點需要補的 我馬上撒一堆種子下去 我覺得這邊 紅土還沒有壓得很密實 馬上直接機器就下去了 這邊水平需要調整 還有一個高科技的測水平 所以我覺得 在整個場地的維護環境上面 台灣的常務員 其實是非常的辛苦 當然人力上面沒有那麼足夠 時間上面 可能也沒有那麼充足 再來就是經費啊 可能要靠各位的老闆幫忙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 Yahoo好幫忙之 Yahoo講重點 不知道你還想要聽 我們來討論什麼樣的重點呢 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現在的十分比例 可以束呢 還有比較小喔